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20号星期二 中国多地已经开始给大家注射新冠疫苗了 纽约时报说他们得到消息 在华东的嘉兴市已经开始注射新冠疫苗 但是疫苗尚没有通过 第三期的临床实验还没出来 所以现在算什么 等于扩大了 把第三期临床实验扩大了 有一些医生和一些科学家对这种方法感觉到 就是说有一定的危险度 就认为现在疫苗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 如此大规模的往外众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 然后大家也对此有点不明白 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就是说专家认为 现在中国的疫情在近几个月来讲 已经控制的很好了 所以中国其实上没有这种压力 必须要马上把疫苗弄出来 但是其实他不明白 中国某种程度上 他是想把这种 就是说抗击疫情方面的这种成功 作为他这种制度的优势 就是以此来证明 我比西方的制度要好 我抗击疫情 我比你们成功 我研发疫苗也比你们快 因为我有举国体制 我能够牺牲一些老百姓的利益 我能达到最大的 就是说进度 最大的成效和成果 我觉得这是他想要做的 他说现在有一部分疫苗 是由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 根据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表示 说这些疫苗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但是现在开始一些市民 也可以在社区注射这种疫苗 来预定的一个时间去注射 那么说是18到59岁的市民 打针每次间隔14到28日 好吧 那么这是纽约时报说的一个 然后我们也得到了一些 我们前方有一些咱们的 助前方记者 特派员给我们也发来了 这是我们记者收到的 就关于新冠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你要先看 然后你要签字 然后这是有朋友 他们打完了 知道吗 义乌市江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总金额228元 他这个一共是收了 你看他分两个 一个是疫苗是200 然后有服务费是28 当然这是打了一次 然后之后你还要再打一次 一次228 两次要400多块钱 这是他的这么一个单据 还有通知书 就跟你说疾病简介是什么 接种对象是18到59岁的 然后疫苗的作用说是可以干什么 然后接种程序是打两次 间隔14到28天 推荐是间隔28天 其实就隔一个月才打一次 接种的剂量部位途径 就是说上臂外侧三角肌肌肉注射0.5毫升 6是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 比如说常见不良反应 罕见的不良反应 和急罕见不良反应等等的 然后到后面就是说一些禁忌 就是说一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者不要打 二已经有了发症或者急性疾病的患者 或者慢性疾病的患者都不要打 然后八是注意事项 就是说接种前注意事项 有多少多少 好多接种后的注意事项 然后下面就说我已同意并充分理解上述知情 同意全部内容 知晓可能产生的风险和获益 然后上面受众人的签名日期 然后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我一会把这三个发在咱们的社区里边 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反正就是证明 各地就看来纽约时报说的 是华东的嘉庆市 我们看到是义乌江东 你看这是义乌市江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也都开始打了 反正恭喜 恭喜中国 疫苗都已经开始 等于就说 这现在算成功 反正扩大化的第三期立场实验 但我觉得反正中国人多打一打 试一试 有副作用慢慢的也就体现出来了 对吧 最终再解决 出了问题 再解决问题 反正这个来讲 的确确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我们还是得承认的 你在美国的话 你这么搞好的 政府这么搞 不把政府告死 老百姓还不连门告政府 政府就要开始巨额赔款 每一个接种疫苗的 每个人都得赔钱 这么多人一弄 政府赔得起 政府就破产 都赔不起 当然政府也不敢这么做 对吧 西方国家民主国家的话 政府哪敢这么做 这么做 议会的议员也不干 对吧 各种民意代表 全都闹翻天 还不把议会的房子挑了 对不对 这种东西 反正在中国干的 就没事 中国 对 想怎么胡搞 就怎么胡搞 对吧 但是反正他这么胡搞了之后 最后的结果 可能有一些人就被牺牲了 现在先打了这些人 如果万一出问题 谁人就被牺牲了 如果要成功了 就很好 但是如果失败了 这些人也就不提了 中国不都这样 以前打疫苗导致残疾的 不都是 反正最后政府想办法去了 想要办法 你就闭嘴 别说话了 不就完了 对吧 反正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反正你看 就是说这种制度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对吧 你喜欢这种制度 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可以牺牲 为了政府来取得一个 就是说在跟国外竞争的时候 取得一个优势 然后使得政府显得比较有面子 那这种制度就适合你 有的人可能就不喜欢这种制度 不喜欢这种制度 你就移民 对吧 反正就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当然了 有一些人可能还想打这疫苗 正是抢人想打 告诉你 现在已经开始打了 你们可以开始去打应打听 你们周围看哪儿有去打疫苗 好吧 这些点到这里 谢谢大家